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先问王医师 我刚讲不管是正餐点心小菜配菜零食 卤味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选项 很多人还把它三餐吃到处吃 有些婆婆妈妈有的时候也觉得很方便 因为卤一大锅 家里头可能吃个三五天一个礼拜 也有可能可以打发 那卤味确实美味 不过有一些健康风险大家要注意 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 卤味应该基本上只是一个小菜 我们都知道滷大锅 滷肉饭 滷豬腳 那乘几何时这几年几年来 卤味才变成正餐 可以当作正餐 甚至很多中午上班族都吃这种卤味这个东西 那我先讲卤味本身 大概有可能我们吃到本身是这种冰的 从冰箱拿出来什么 像什么脊脚洞那种就是本身冰的卤味 那有一些是可能就是冷冻包的 其实上面有看到一些冷冻包 其实现在人真的做得很好 把那种真空高压的冷冻包 你可能回温之后也可以拿起来再吃 这样其实也蛮好吃的 再过来就是什么 我们今天比较常见的说 你去中午上班族去买卤味 或是逛夜市的时候 有特别一区也是做卤味 那其实这卤味这个东西 我先讲个个案 其实当卤味变成正餐的时候 它基本上最大的问题是有几个 有个上班族他本来说男生 其实男生爱吃卤味的 其实我去做过调查 其实没有像女生那么多 女生比较喜欢吃卤味 而且你知道卤味当中 我刚才问过柯师傅 卤味有所谓的白卤跟那种比较有颜色的 那常见的盐水剂就是属于白卤 那那种其他就是我们有颜色的 用酱油下去卤的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有个上班族他男生 年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就喜欢吃卤味 那其实吃卤味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方便 方便说你可能拿一拿 其实就可以吃 那他后来换了工作去到别的地方 又喜欢吃卤味 那其实他就吃卤味后来改成什么 吃卤味干什么 加啤酒 尤其最近我们知道夏天到了 很多病人都跟我说 中午胃口不好不想吃 买卤味配啤酒很好 这样下来前一个工作 三年胖了六公斤 最近做健康检查 其实新的公司两年又做健康检查 又胖了四公斤 那看到他健康检查报告 我们都知道血脂肪过高 血糖稍微高一点点 重点是尿酸也高 他会来看我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尿酸11 他的护士跟他说 他的痛风快要发作了 可是他从来没有发作过 他就想说 你在给我预告好像不太好 结果他就真的 这几天朋友找他去吃卤味喝啤酒 喝完之后隔天就真的跑来找我 那帮他咽了个尿酸 之前的尿酸在10以下 这次尿酸变成11 所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样的吃法之后一定会出问题 那今天告诉大家卤味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卤味它做什么 加工食品 我如果能够吃原味的 不要吃什么鱼饺虾饺 贡丸之类的这个加工食品 再过来我们常说卤味这个东西会变成正餐的原因是因为 你会加什么面条 没有人去买卤味回来加什么 加白饭的 都加什么面条 会加什么科学面 就放在旁边 面条本身它的热量就会高 再过来 其实说实在的 以前我们吃卤味 从来没有听过卤蔬菜的 那是后来 在时代的眼镜当中 才出现有卤蔬菜这个东西 这实在说 所以说卤味变成正餐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再过来 很多里面油炸的 炸那个炸豆腐 炸那个什么豆皮那些东西都是一样 再过来 内脏类的 所以刚才提到什么 卤大肠 对 那如果你吃的是卤鸡蒸的话 鸡蒸的油脂 胆固醇比较少 可是那个鸡心 鸭心 鸡肝压肝 那个油脂一定很高 再过来 主程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是卤这个东西 不管是白卤还是黑卤 还是随便卤 还是黑白卤 它一定什么 高纳重口味 所以对很多有慢性病的疾病的人 基本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你刚刚讲到高尿酸 高尿酸的人 有没有办法 透过饮食或生活习惯 把它压抑下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尿酸的代谢 其实跟你的基因有关系 它饮食只是后面 那到了其实夏天 我们特别强调 如果你不多喝水的人 你喝含糖饮料的人 喝啤酒的人 基本上痛风一定发作 那它高普林的东西里面 我们最常见的两大类 动物的内脏 带咳的海鲜 每次你跟病人讲 动物的内脏 他就问你 王医师 那个马粪海胆可以吃吗 我说我们要回到上 生物学的科普 马粪海胆 当然那个污泥 当然就是带咳的海鲜 所以虾子吃多了 帝王蟹吃多了 蛤蟆吃多了 再喝上一个啤酒 或是喝含糖饮料 高果糖的饮料 一定让你的夏天会痛风发作 那讲到这种卤味 我们想说卤味真的是属于 台湾的骄傲 不是中国人的骄傲 我们知道卤是台湾特有的 不是那个孔家菜的卤 那基本上在卤味当中 其实刚才柯树里面加了很多 木耳 蔬菜 然后有人放什么 金针菇 直接放在卤味当中 它的特色是说什么 它本身有它的原味 还有它的脆度 再过来它不会吸旁边的油脂 我们常说 其实在我们的卤味当中 有几个东西 我们特别告诉大家说 它本身会去吸旁边的东西的话 包括什么 百叶豆腐 兰花干 这些东西会吸东西的 它会比较雷 举个例子 我之前有个病人 他本身是糖尿病的病人 那你知道糖尿病的病人 他本身就是饮食要控制 那淀粉本身会告诉他说 不要吃过多 那其实他们有时候 就跟我看上班来讲的 女生很喜欢吃什么 卤味 所以很多女生聚集的比较多 他就买那个卤味回来吃 那卤味东西你要吃饱 我们常常知道 你要吃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那其实他又不太喜欢吃太多的蛋白质 所以如果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什么 大肠啊 猪心猪肝 他不喜欢吃 他就喜欢挑什么 挑我刚才上面讲的这些东西 百叶豆腐 兰花干 那这些他最大的确定是 他本身他的热量已经够多了 他会吸旁边的卤汁 那其实刚才又特别看到 柯素这里面的里面 他的油真的很少 所以说卤肉饭 油脂多是个好美味 但是我们讲说 以健康的概念 油少对身体是健康 所以当你多吃这些百叶豆腐 然后花干豆腐 吃完之后 这个病人他本身 或许他的血糖控制的不错 但他其他的部分 血脂肪的党固醇 三双概股的一样过高 所以给大家一个看概念 你去买乳味的时候 尽量去找那些 他本身食材是原味 再过来不要有太多孔洞 我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那个孔洞的东西 就是要来干嘛 吸油的 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 会爆浆爆脂的 那爆出来是留在外面 吃进去的就是你身体的负担 那王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炎炎夏天 还有一些人特别喜欢 团购各种冰镇的卤味 那这个要提醒大家 这个卤味固然美味 新鲜吃很重要 那如果保存不当 事实上也会质变 对 其实所谓的保存不当 其实最近大家其实注意看 其实到夏天到了 谈真的食物 吃食物变质之后 产生状况真的很多 我其实我这一天就遇到一个病人 像礼拜三来录影之前 就看到一个 你知道有时候当一进来 我们都在叫号码 就一进来三个病人 然后就问说 三个一起看 为什么 都肠胃炎 那肠胃炎你有可能是病毒性肠胃炎 有可能是失误肠胃炎 就问他说 有没有发烧 都没发烧 然后症状就从礼拜一就开始拉 到今天礼拜二 到昨天礼拜二 今天礼拜都拉来 问他有吃什么东西 他就说吃了个东西 去宜兰去买冷冻 那个阿桑 那就开始吃 那我说那是什么时候买的 他跟你说两个礼拜之前买的 然后两个礼拜之前买的 怎么到最近才吃完呢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那种 冷冻的产品 他本身量很大 一支阿桑很大支 他可能出来之后 就是先回温之后 没吃完再回去 回去之后下次 有可能又再回来 那有可能你第二次的时候 你又忘记很久 然后可能隔一个礼拜再拿出来 那可能礼拜天吃的时候 就造成这一家 礼拜一拉 礼拜二拉 礼拜三来看医生 那给他一个观念 基本上其实冷冻的这些 所谓冰镇的乳味 基本上其实他现在都有 尽量做小包装 那小包装就是一个概念 知道小包装是最好的 那那种很大的话 本正你可能回去之后 第一次回温之后 你要怎么 要能够分批 要能够分批 然后你分批下一次 哪里该吃东西拿出来 那不然保存很重要 我们常说其实店家的保存 要在四度C 你回到家里的时候 也要放在该冷冻就冷冻 该冷藏就冷藏 上面如果注明冷冻 可以放一个月冷藏一个礼拜 麻烦你在那个时间之内 我常说其实现代人买食品 挑对好的食品 适当的保存 适当的使用 这个最重要 那这块其实有时候 你看到那些卤味 其实有时候如果它本身 是铝箔包 你不知道它里面的颜色 其实如果说本身是透明的 你看到里面的颜色过深 怕有一些那个 其他的人工那个色素 或是说它里面有变质干嘛 颜色改变之后 我们常说其实虽然卤的东西 骨瘦是为了什么 保存 因为这样煮熟再加有盐分的话 它能够保存 可是基本上很多食物 不是完全的能够 无尽的状况下 如果它颜色变质的话 你吃下去 一定会造成身体的伤害